我自己啊 有一些书啊 我喜欢买书了 不一定看 所以说书啊 都在文化上面都清掉了 我自己都没有了 我就问他借 借了 借了 然后再跑图书馆上 一步一步看 我看懂了 看懂了 总的一句话 中国的这个数学的道路啊 跟这个西方 以俄纪理的传统的 所谓公理化的数学 这个道路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数学是另外一套 中国没有什么公理 没有什么公理系统 根本不考虑定理 中国是主要是解决问题 这是我的分析 我开德也是不懂的 因为他的古文的文字 我就看不懂 我现在看这个 也通说的 然后就再看这个原文 再看原书 一步一步 把这个因为古文的专门名字 跟现在完全大不相同 相同了 慢慢一点一点弄懂 所以中国的古代数学 为了要解决 行性性的问题 自然而然的引导到解放城 那么我就懂得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解放城呢 它是这样子 它是一步一步的做的 第一步怎么样 第二步怎么样 第三步怎么样 那由现代的语言来讲 就是程序 程序 程序 对吗 它是有一个算法 那根据算法 用现在的话 你就可以变成程序 送到机器里面 让它一步一步就做 最后给它要求的解答 这是中国的数学 对 这时候你对中国数学的看法 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 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数学 对 对 我对中国的古代数学 我理解 懂了 我觉得我懂了 懂得它的道理 有道理 我说这就符合现在 计算计时代的这个数学 在吴文俊言里 中国古代数学 就是一步算法大权 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 最早的方程组 最古老的巨阵 中国古代数学的价值 已被世界淡忘 但吴文俊却洞察出 其中包含着独特的机械化思想 他能够把几何问题 转化为代数 在编程程序输进电脑后 代替大量复杂的人工演算 这样就可以把数学家 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进而推进科学发展 这就是机器证明 后来吴文俊把它冠名为数学机械化 直到现在 87岁的吴文俊 正在继续引领这一学科的发展 我看到您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人问您是怎么样保持您的这个学术生命如此年轻的 您的反问我印象特深 您说我为什么不能够保持学术生命这么 我也可以还是这么说 应该是这样子 您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这样子 五十年前你能够 五十年后你应该还是一直到十 你还是保持这样 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 这也是 那是他自己的据点 应该反攻自问 为什么不能 吴文俊 吴文俊1919年出生于上海 少年时因弟弟夭折 所以父母对他这个独子格外的招募 连他到弄堂里玩都放心不下 于是吴文俊从小被养成了靖楚家中 好学深思的心 但是少年时期的吴文俊 喜欢历史和物理 根本没有想到会当一个数学家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数学的呢 我的数学我经常提到的 其实我是被动的 被动的 被动的 我这个物理考得特别好 这个物理教师认为 他这个题目很难 我的所谓考得好 是因为我数学比较好 那么他这样的 我是偶尔经过听到 那么这个校长就决定把一个奖学金给我 股东我规定 我去考上海交大的数学系 让您去考数学 就给我奖金 那么所以我就去考教大数学系 并不是 就是因为我要是没有这奖金 我家里面条件不够 这个是那是学费都是很高的 几十块钱那个是很值钱的 实际上您就是为了考取这个奖学金才考到数学系 哎 再考数学系 那当时您是喜欢物理 我比较个人喜欢物理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我喜欢物理 不过我至于现在物理搞不起来了 修不起来了 修不起来了 这不行了 为什么呢 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偏向物理 不偏向数学 我觉得物理是比较根本的 你要认识世界 你必须说 这必须是物理 不是数学 数学是重要的工具 可是不能通过数学来认识世界 你认识世界还是要对物理现象 客观世界 主要物理世界 现在你都要了解清楚 那您有没有做过一个假设 就是如果说 您当时选择的还是物理的话 您的成就会不会今天还大 假定是我搞物理的 我相信我在物理上面 一定也可以搞这些东西 因为从我的个性 从我的这个学习 专业的精神 这种方面来看 我相信我也会搞这些 搞这些什么名堂 这谁也不知道 但是肯定能搞成一点东西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从我的个性讲起来 您觉得您的哪些个性 决定了您能够把这事做成 自己也说清楚 反正我这个 我这个专业精神我想是 对客观认识 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这个要付出代价 您给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为了要把这个目标 要搞清楚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觉得牺牲 把别的事情就稀里糊涂过去了 就不求人家了 我比如说经济我非常有兴趣 不我不能钻在经济里面 我只能默默默 我看经济日报 经常看这方面 有一个大致的那些 你要去钻一些 我哪有最可能呢 我是通过对其他方面的 不求人家 省策一些时间来 那么我可以在某一方面 求其圣洁 就是我要理解的 比所有的人都高 您刚才说您最早喜欢的是物理 数学并不是自己很愿意做的选择 对吧 但是今天回头看的话 您觉得现在看 您喜欢数学吗 我说我应该是喜欢数学 我喜欢数学 数学叫做无空不入了 无空不入了 哪一方面 最后你必须要定量 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定量 所以现在社会科学 也在做定量的道路了 其他方面许多好像你跟这个 美国就有一个最大的数学家 历史上面最大的数学家 他就写过一本书 这个书名字叫做 是不是叫美丽 还是什么 这次来的名字 他就有定量的办法来研究这个 这个美丽之类的 所以很多人会说 说这个数学是很美的 这个我没有这个心情 我对这个我的美跟这个 现在经常讲什么数学美了 什么我没有这个概念 您没这个概念 这我倒比较意外 因为我以为 因为很多人说喜欢数学 是因为他觉得数学很美 我没有这个感觉 那您喜欢数学是因为 我比较实用主义的 实用主义 我不讲什么美了不美了 这种虚无缥缈的 您喜欢数学就是因为它实用 对实用 解决问题 37岁 他就和钱学森 华罗庚一起获得首届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 57岁 他为国际数学界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数学机械化 吴文俊 一个震撼数学界的名字 一位皆是中国数学 过去和未来的数学大师 大家栏目 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1941年 就在吴文俊大学毕业后不久 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租界 孤岛沦陷 吴文俊只能以教书谋生 在教科之余 他也做一些数学研究 但如同盲人骑虾马 找不到出路 五年后 正当吴文俊对数学 逐渐心灰意冷的时候 一位数学家应邀回国 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 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 陈醒生 陈醒生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吴文俊的一生 所以建成先生的时候 我爸写了一篇综合报道 给他看 我以为是很得意的 结果他成了去否定 这是很得意的关键性 那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这当时应该说是您好几年 研究的一个 一直走的这个路子 我是走的是 在学校里面 从识病函书论 然后走上点击论 点击论 然后找点击突破 点击突破有许多概念 这个概念 那个概念 这些概念之间的相 成为国家级海神 走向神圣之路 他风光无限 然而进入明代 他却遭受质疑 昔日的庙宇被拆除 神像被捣碎销毁 成神之路 他第一次经历坎坎 马祖林诺 怎样渡过难关 成为后世万民敬仰的海神 受着传说故事的影响 莆田梅州岛地区 形成特有的民俗 在马祖的纪念日 虽然水族纷纷浩岸 但绝不允许捕捞伤害 这时他们不是网中的海货 而是龙王派来探望小龙女林默的座上客 进入观世音神话体系 林默获得了小龙女身份 使她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却也由此开启了 妈祖与龙王之间的一段恩怨较量 龙王这位传说中的海上暴君 自古就是沿海民众敬畏的海洋主宰 她的邪恶力量来自令人畏惧的海洋 和人间帝王的九五之尊 妈祖怎样与龙王展开较量 能否从容胜出呢 海上讨生活 渔民对龙王的感情极为复杂 她的邪恶力量 轻刻间夺取性命 令人心惊胆寒 而同时 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模仿和追随龙王 这是早期敏越族仙民形象 他们身体描绘着奇特的花纹 据专家考证 这是仙民想象中龙的花纹图案 目的是希望通过形体上的接近 拥有龙神的超强神力 渔船表面的装饰透露更多模仿龙神的意味 龙骨 龙脊 龙爪 龙爪 龙蛇 龙木 几乎所有的渔船部件都被冠以龙的名字 船体外观的花纹图案更竭力模仿龙的特征 如此在意渔船的外观 也许基于一种奇特观念 过去渔民普遍认为 大海是龙神的天下 大海里的一切都属于龙神 大鱼 小鱼 是他的人民 虾兵蟹将 是他的军队 漫吞吞的海龟是他儒雅的丞相 渔民以捕鱼为生 这明显是与龙神为敌 别无选择 只能巧妙伪装 于是将渔船彩绘成龙的样子 以其蒙混过关 唐代以来 有了四海龙王的说法 四位龙神被奉为龙王 列入国家祭祀典移 地位很高 由于东海龙王敖广 在民间影响最大 神话也最丰富 小龙女就是东海龙王的女儿 然而进入明代以来 龙王的尊贵有名无实 在古代人观念里 地位崇高的神 总是有着圣人的儒雅外观 但龙王的形象 总是摆脱不了神怪气息 龙王始终与海上灾难联系在一起 清代的地方志曾经出现 《拆毁龙王庙建妈祖庙》的记载 民间故事里屡屡出现 妈祖降服龙王的情节 这一次是在浙江某地 大雨滂沱 淹没农田 妈祖当面呵斥 龙王赶忙收起雨水 打工作医 恳请恕罪 这一次是在海上 龙王兴风作浪 打翻船只 又是妈祖及时出现 人们幸免于难 龙王善善退下 人们不禁要问 原本是小龙女身份 为什么妇女反目 小龙女的神威反而高过父王 龙王屡屡成为小龙女降服的对象呢 这当然是因为观音菩萨法力无边 赋予小龙女降服龙王的神力 而后来的故事里 人们又巧妙淡化临摹小龙女的身份 也因此妈祖信仰达到了更高境界 她成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在规模较大的妈祖庙 天后宫 妈祖前方往往有十八位佩四神灵 这是模仿观音殿里 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格局 而妈祖向前面两位长相怪异的神 更是为妈祖是观音化身的说法 做了绝佳注解 右边这一位手搭梁棚 眺望远方 名作千里眼 左边这一位 以手指耳宁神地听 名作顺风儿 这一看一听 观其行听其音 巧妙的暗示 妈祖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然而在神话里的无尽风光 并不意味着官方的首肯 在神话里的地位再高 也高不过人间的世俗皇权 明朝万历年间 一次出世遇险的故事 就显示着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支明代出世流球的风舟模型 史臣写有皇帝赤风诏书 对流球中山国国王策封 强调明朝宗主国地位 这里的两层阁楼称为官层 后面是真房 真师就住在这里一面 神的位置在这里一面 共有上下两层 下面一层供奉天飞临墨的神像 上面一层是更为神圣的所在 供奉着皇帝的诏书 航行期间 专设一人负责每日清扫上香 称为香宫 明朝万历年间 陈侃出使流球遇到先清 流球路挫药补仪中有技术 行驶到距流球国不远 海面上突然启风 前方献出一道深沟 深不可测 几座白色的水柱腾空而起 高达百米挡住去路 使臣错愕不已 一位老船员解释说 这是龙神赶来迎接 使臣将信将疑 不置可否 这时风浪越来越大 几乎掀翻风舟 人们纷纷倒地 叩头不已 希望海神临墨下凡 遏制龙神 但是这举动并未奏效 老船员提议 由使臣写一道表明身份的令牌 投入水中 或许能起作用 但使臣认为这荒诞不经 不予理睬 不予理睬 船员们非常不满 认为使臣身居要位 遇事不作为 罔顾大家生命是严重的失职 最后使臣让步 勉强写了八个字 赵赤在船 龙神免朝 意思是说 皇帝赵书在船上 龙神不必朝拜 说也凑巧 八字令牌一发 立即云开无散 海面重归宁静 与以往的显灵故事全然不同 这次平息风波的不是海神临墨 而是皇帝的一纸诏书 这倒是反映了古代造神运动的真实情况 神的地位再高 也高不过皇帝 七次史无前例的岳阳冒险之旅 全城一万多海历 途经三十多个国家 七次天朝威夷的成功展示 两百条大船 上万名水手 组成世上最强大的海上舰队 正和下西洋 代价最为昂贵的远洋出事 带给妈祖信仰短暂的幸福时光 公元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刚刚归来 正和向永乐皇帝提出一项特别请求 希望在下洋的起点 龙江建造一座天飞宫 两年后 正和船队第二次下洋归来 龙江天飞宫已落成 正和奉御旨前往祭祀 同时带去明代开国以来的首度御赐封号 封号为 护国毕民 庙陵昭映 红人普济天飞 这在明朝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早 由此开启妈祖信仰在明代的短暂兴盛时代 每到规模较大的妈祖庙 正和都会亲率部下 尽妙拜业十分虔诚 这块碑是1431年第七次下西洋之前 在明北常乐后风筑亭时所立 名为天飞神灵印记 碑文记述了前六次下洋历程 和多次遇险均得到天飞诱护的事迹 赞美他的功德 云帆高涨 昼夜兴迟 赤彼狂澜 若履通渠者 呈朝廷微福之至 由赖天飞之神 护佑之德也 碑文用此前程恭敬 感代之情一美于外 其实正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 对妈祖未必了解很深 他出生于西南腹地昆明 幼年时被永乐皇帝带入宫中做了太监 伴随皇帝征战 所经战役多在内陆地区 未必有机会了解这位闽南的海神 他向永乐皇帝倡议推崇妈祖 是因为他的手下多为漳州泉州一带 优秀的船工水手和高级技术人员 而他们大多是妈祖临墨的忠实信徒 推崇妈祖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虽然永乐皇帝随后又一次加封妈祖临墨 但并没有将他列入朝廷礼部正式祭祀程序 直到明嘉靖年间 才有一位使臣提请受到朝廷重视 这位使臣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坎 他曾经多次奉命出使琉球 据说他屡屡在海上遇难 每次都得到妈祖临墨显灵救助 他后来也开始笃信妈祖 陈坎上书皇帝希望将妈祖列入官方祭祀正式程序 他写道 陈等敢其功 不敢不厚其报 福望圣词敏念 下至礼部详意可否 礼部随后作出答复 但用词显得很是谨慎 屡遭风涛之险信获保全 海神直孝不可谓无 赐之以祭礼亦有拒 尽管显得有些勉强 但礼部毕竟同意了陈坎的提议 并规定了具体实施的祭祀程序 赴琉球的侧风式船 前后要举行两次祭祀仪式 一次是在出发时 祈求妈祖保佑出行顺利 一次是在返回抵达时 举行祭祀仪式来报答妈祖 这一期一报相当于许愿和还愿 一次岳阳出事活动 才算大功告成 直至陈坎这次上书 提请礼部定下祭祀程序 明朝政府终于算是 给了妈祖临墨一席之地 使官民日常的祭祀有章可寻 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 妈祖神话中开始出现更多儒家教化内容 比如强调她的出身是官宦人家 世代书香门底的千金小姐 比如她出面惩治作恶乡里的恶霸 劝诫人们多做善事 神话去除以往临摹浓厚的巫女色彩 尽力塑造它成为儒家道德楷模 然而这般塑造也很难改变民间信仰的常态 古代民间信仰 鬼神观念根深蒂固 面对灾难险情 人们仍旧仰赖虚无的神灵 同时带一位将军的经历 道出其中无奈 他是明朝嘉靖时一位武进士 名叫于大游 是杰出的抗窝爱国将领 与七济光齐名 诗人并称于龙七虎 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 在一次海战当中遭遇坏天气 风浪毁坏战船 手下士兵毫乎叩首 祈求妈祖临摹显灵下凡救援 唯有于大游将军 亏然自若 对他的副将说 自己一生尽职不曾负国家大事 今天如果真的死了 也无所牵挂 倒是件痛快淋漓的事 但他的不幸鬼神 却无法改变手下士兵的迷信观念 反而是他要做出让步 每次出战前 他也要像当时其他部队一样 举行祭祀海神仪式 明龙晴二年 于大游奉命征讨海寇曾一本 战前举行盛大的祭祀海神临墨典礼 他的记文语气前后矛盾 显示他的尴尬处境 第一段先是不客气地指出神明的失职 海上贼寇横行 不只是我等在朝为官的人有责任 你们作为神明 本该讲善成恶 维护海上安宁 你们也有失职未查之过 但后面却有祈求神明的诱护 用词迁功 愿我神明临战旧事 助以顺风 而神明之微灵思险 远近之感代无一也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语气 正如于将军在其他文章里所说 是为了壮我士气 雇我将士之心 要稳固军心 取得战斗的胜利 就要祭拜海神妈祖临没 以神话的虚无缥缈 却能产生如此真实的现实力量 在中国古代 理性的无神论 始终难抵顽固的迷信鬼神 这期间的无奈 正是古代知识分子 所共同面对的尴尬处境 在北方地区 我们常见到这样的情景 人们勤于打扫 相按共捉 却难得擦洗神像 神像因此落上厚厚尘土 显得很陈旧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层尘土 也称为浮土 与佛教的浮土谐音 有功德圆满的意思 所以不能浮去 而且越厚越好 但是在妈祖庙里 情况则完全不同 神像由专人定期擦洗 一尘不染 永远亮丽如新 妈祖像往往分为两种 一种体量较大 整体雕塑 称作硬身像 一种比较小巧 手脚关节可以活动 称为软身像 雕塑的神像中有一种是硬身的 刚才在苏专楼上面那个就是硬身的 还有我们圣代妈祖的也是硬身的 那个这个是美洲妈祖的是软身的 软身它每个关节都可以动的 以便好放服装服饰 这个关节上面从肩膀的关节可以动 下面这个锅脖的这个也可以动 还有这个手腕也可以动 你看它的手可以转动 可以动的 它这个做转动的就是一个跟人一样 也有个关节可以动 还有一个就是说一遍换胡思 穿衣服 穿裤子 为什么要频繁换装呢 或许是源于民间的质朴观念 妈祖出身贫寒 一生乐于助人 但他自己却终生未嫁 二十几岁就去世 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 人们献上华美的衣装 希望它永远保有当年的美丽和青春模样 频繁换装也是一种民俗仪式的需求 过去闽南地区盛行一种寻敬仪式 民众抬着妈祖的轿子出庙游行 有时是较为正式的视察水旱灾情 趋病除疫 有时是非正式场合 如回娘家 或去村里别的庙里串门走动 场合不同 妈祖的服装也自然不会相同 这种盛行一时的寻敬仪式 起源为何 有什么实际功用呢 有学者曾对福建惠安大乍村的寻敬仪式 做过个案调查 大乍村妈祖寻敬仪式 一般在正月十六举行 他起源于民间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在正月十六这一天 妈祖思念亲人 打算回梅州老家探亲 可不知什么缘故 他似乎有些事情牵挂 不愿离去 围绕大乍村绕了一圈之后 他又回到了庙中 这一圈 后来就成了妈祖寻敬的线路 人类学者分析表明 这样的寻敬实际上划定村镇界限 以此强调区域权威 并加强家族同乡之间的亲近和睦 古代社会的稳定 并不是依靠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而是依靠宗族血缘和乡土地缘的认同感 仪式的主持者往往是当地的实力派人物 如乡绅 退休官员 财主富户等 通过寻尽强化自身权威 也加强同乡之间的亲近和睦 以维持地方的稳定秩序 这看似劳民伤财的活动 其实是借神明之力来维系亲情相情的巧妙方法 但同样的仪式 到了北方却更像是商业演出 清乾隆时期的天津皇会就是一例 天津天后宫皇会是北方规模最大的 妈祖信仰民俗活动 各地商民云集有时多达数万人 据说乾隆皇帝有一次也忍不住赶到天津 来领略这万民狂欢的热烈气氛 与闽南的寻境仪式不同 路线只是天后宫前面笔直的一条 并没有划定区域界限的意味 参加者是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知名的商号铺户 也不是以家族或地缘同乡为限定 这样的寻境仪式 更像是一次纯粹的商业巡回演示 最令人费解的是妈祖保佑妇女生育的职能 这是明清以来妈祖被赋予的新职能 历史上林末只活了二十几岁 终生未嫁 也没有养儿育女的经历 她为什么被赋予保佑生育的职能呢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不一样的风俗 不一样的神 走进民俗生活 她的神话更风光 海神妈祖有着怎样的神奇故事 为什么能够跨越千年 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请收看探索发现栏目下期播出的纪录片 新搜神迹 海神妈祖 凝聚产生力量 团结 诞生兴旺 春天的北京 欢乐无限 温暖的中华琴 星光灿烂 火爆的演出现场 震撼的音乐盛宴 全新的视听感受 点燃又一个激情无限的夜晚 3月17日 中华琴 唱响春天系列节目 相约北京大型演唱会 农情奉献 敬请关注 精彩绝伦的歌舞 生动有趣的话题 回顾2006年 同乐武周走出北京 走进全球观众 同邀国际有人来到你我身边 同唱同品同乐同聊 共同感受咱们家乡的风俗 风情风采风尚 欢迎收看3月19日 同乐武周对外合作节目 精彩会吹 他们曾经白手起家 创造亿万财富 也曾在转瞬间深无分文 在他们的背后 有着怎样的曲折经历 和感人故事 敬请关注中文国际频道 北京时间每周六十三点整 十八点二十分 纽约时间每周六七点整 十八点整 格林微致时间 每周日十点整 十七点三十分 进步出的台商故事 2007年在CCTV4 应该如何找到中华医药 北京时间周三九点和二十二点 格林微致时间周日七点十分和十五点四十分 纽约时间周日十八点十分和周一一点 让地方新时间 新时间2007年中华医药和您不见不散 住inn称 is parcrito 黄色�lements 中华医药和您不见得到时 在新的灵《你强际纤野往工作室》 � Championshi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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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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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孕妇 产妇 吃乌鸡最好 资荫好东西 乌鸡肉是黑的 对 挑这乌鸡呢 我告诉你 不能挑太太个 不能挑太太个 得挑那个 个头始终的 看起来结实的 看起来结实的 你看 这样的乌鸡就行 你要个儿长得太大了 坏了 这肉就没那么嫩了 欢迎准时收看 我们的天天饮食 我是李英伦 今天继续跟大家进行 孕妇的养生养身计划 那我都说过 孕妇在怀孕初期中期 一直到这个 马上要生 生BB的时候 身体对她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 这个食疗的 这个帮补 帮自己有一个 很好的身体 将来自己还要 这个补育自己的后代 包括 他唱着 他唱很多刘欢的歌 我觉得比刘欢还刘欢 这特地道 就是能找到刘欢的特点 对 他又不完全是 楚造的刘欢 他加入 他还是利比利亚的吧 对 加入他的民族的那种 就好像我见过两个古巴的女孩 她的南美的 她的也是利比利亚的这种 这种非洲 这种感觉东西 他不是刘欢了已经 他是非洲的 是利比利亚的这种刘欢 这是他的了 但是唱着 确实是地道的中国歌 我觉得这人太聪明了 聪明了 因为刘欢每年 都给自己一段轻松的时间 其实干嘛呢 刘欢出国 到处去游走 其实去采风去了 说刘欢风格当中 很多的东西 是从画外国元素 为自己的内容 结果这个人更厉害 是把刘欢的特点挑出来 外国元素我本身就有 这就我优势 我当时 这个是优势 这叫气死刘欢 但是他很佩服刘欢 他要败刘欢 他希望帮刘欢工作的 他是真心真意的愿意 唱完这个歌 这告诉刘欢 千万不要收这样的学生 离太近了 真都学去了 我感觉 他就是很善于 他那歌名字就好像就是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我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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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 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 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 学习道友和你相悠在人海 命运如此安排 总找人无奈 这些年过的不好不坏 只是好少舍了一个人存在 而我绝节明白 你认许我不变得欢欢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当懂得这世音又回来 觉不起那份海 会不会还在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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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同乐五周栏目里 经常我们发现 不仅仅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把笑容说好了 把歌唱好了 你能发现很神奇的 他居然就把中国人钻研起来都很难的 某些中国乐器 他都能给你玩的活灵活现 这个觉得 你大山学过什么乐器吗 要说学乐器 我最多只能说快板 快板 也是 快板 但是我觉得可能学乐器 因为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唱歌 你可以唱的很洋 你也可以唱的很中国话 但是乐器好像是 你学一个民族乐器 就必须得学的比较地道一点 是 是吧 是 这一点可能更难 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把这种乐器 和自己本国的文化结合起来 相当有难度 中国乐器都是很难 里面是琵琶 很难很难的 我觉得 比较容易点 给外国人接受的是洋琴 对 洋琴 敲一敲 因为很多别国家也有这个 再容易点 类似 咱们同乐五周里展示过的 外国朋友来的葫芦丝 葫芦丝 那比较容易 是 一般的说来像 马头琴 二呼 这个都很难 另外 中国人学外国乐器 因为时间比较长了 好几代人下来了 比方说钢琴 什么管弦乐这套 小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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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吉他 掌握他 我相信假以时日 时间长了以后 外国人对中国的契乐 乐器一定会 对 中国人学着外国乐器 可能第一 钢琴小鸡琴 学的时间比较长 好几代人了 但是学的是几百间文化 外国人学中国的古琴 那学的是几千间文化 难度太大了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外国的演员也好 还是爱好者也好 那应该算是第一代 是吧 第一代 刚刚开始接触这些乐器 那么我想将来 还是会有更大的发展 他们的孙子 对 我一个朋友 他发现了熏 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以为是个蝙蝠的 就这么一个玩儿 居然能吹出了 那么哀怨的 那么惆怅的 那么美好的 那么个音乐 他迷上了就 他真是来拜师 也是来学 最后他也会了 你这个玩意儿 所以同乐五周这个舞台 好就好在这儿 让中国人不仅自己感受自己的文化 而且通过别人 别人掩饰中国文化的时候 再回来体会一下 中国文化到底怎么精妙 到底怎么深奥 为什么他演奏能演奏出 我听着可能不太舒服的地方 人家下了很多的功夫 是 这就知道了 哦 这里难度在这儿了 另外你当你听到了 他吹的或者他演奏的 比我见到的 我身边的中国人的名家都不差 像大山这相声说的这么好的话 你就得扶着外国人确实 另外呢 中国的一些音乐学院 他叫的本来就是西洋音乐 他就是学就学这个 确实通过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能看到在中国人在努力 跟国际接轨的时候 看看外国人怎么跟中国接轨 对 他们也很努力跟我们接轨 他就能学会 他吃到的 我能帮助他 西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白了就是中国电影借助中国的功夫 如何把中国的功夫再加带着中国文化给带出去 因为现在在国际市场 看来是电影里就是中国功夫 太受欢迎了 去年还有个大事 就是人家少林寺居然就把普京给吸引过去了 后来还有个特殊背景 普京拿女儿都拜的少林寺的师傅 他以前也学过不是吗 普京人家也是练习的 他也会两下走 真盘道真爱比 这应该说通过电影还是电视节目 就是在西方普及 至少对中国武术的一个初步的认识 那也是几十年前 尤其是李小龙那些电影 六七十年代那些影响太大了 那时候演出团 到了特里尼达和杜巴哥 总统夫人接见 说朋友们 当时他不是这话了我学 我早就认识你们 大家会说奇怪 没来过头一回 怎么认识他 我知道李小龙 你们都会功夫 其实到现在好像很多外国朋友 对中国了解的不很多的人 就觉得似乎中国人都会这东西 对 确实有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咱们这个同乐五周 也是借助中国的这个武术 把中国文化夹带进去 给传播出去 很受欢迎 比如说我做了一期 就专门讲这个中国武术的 把咱们少林寺的高僧也请来了 少林寺高僧带着他的养徒弟在现场 然后呢 还有在这个自己本国 好像斯里兰卡 获得冠军的 安德拉 安德拉 是吧 也到场了 都纷纷做了表演 很有意思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看 咱们这个外国朋友能够把中国的武术 画到什么样的意见 好 哎哟 我教的铁线柴土 不是用两个手的力量 我是教的自然 用自然的力量 就是周身的力量 因为我是拿把铁线 我是站着 这个柴土 我可以连步伐 柴土 它也对于助脚头 拿着直到你可以刨地 可以觉得刨地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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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这个 农活练得怎么样 现在 还心嘛 哈哈 还需要锻炼 还需要锻炼 啊 建设师傅 还是很切实 我要是教他这个劳动 从干活开始练起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就短 到这个程度里 说实话不是很多 每一届奥运会 咱们都盼着2008 东道主 就是可以提出 就是列入表演项目 或者是 不是正式比赛项目 我们中国 好像中国的武术 可以拿入 因为他已经跃出国界了 不是中国人练武术 外国人也练武术 我都一点不怀疑大山 某一天给我来一个什么 批划场什么的 我都不怀疑 他绝对 他有相当大的群众 在那儿 在从事这个 所以我觉得 我很可盼 在我们的奥运会上 我们也来个中华武术 有何不可啊 正如跆拳道 汉城 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 好像是有这个 东京应该是有柔道 搜捕吧 还是柔道 我不知道 不是有这可能的 你这个 严肃老是中国的名家 大家 严肃老说话 影响很多人 没这么大 以为这是严肃老 这个中央电视台 同乐五周有益的 把您请过来 来对国际 我没这意思 国教为何呼吁 这是个人 一定要把中国武术 纳入进来 一种希望 这确实是中国人都有这个愿望 都希望看到 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 中国武术能够成为 它的一个项目 对 但是我想这也是 外国人的一种愿望 就是北京举办奥运会 我们也希望看出点 北京的特色 北京和奥运文化结合 你这太有说服力了 有说服力了 说服力 这太好了 外国专家都肯定了 太肯定了 刚才说 刚才杰涂老说 中国武术 在国外 其实有相当多的 这个坠捧者 比如说 这个我说的那期 我们通了五周做的时候 斯里兰卡的那个小伙子 那武术玩的 即使是表演性 学的这套东西 但是我觉得 那好像也是 有了通子宫了 腾夺 跳跃 躲闪之类的 我觉得那就是 完全在行 你如果不看 这个人 这个 长相 是个外国人的话 你说他就是一个 中国的武术运动员 没有问题 这是十分难得的 就是 把武术练到这个 这么个地步了 我对不起 那期我没看着 我这很想看看 不是 马上可以看看 好好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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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场 老爷子的专家 尤其在中国戏曲方面 他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甚至都可以是成为一派的力量 但是咱可以请教一个问题 外国人感受 把握中国戏曲 应该说很难吧 很难 您确实难到哪儿了 难到本身这个 就是他的内涵太丰富了 中国人学习曲还得十年寒窗 这个短短的时间内 很难攻克拿下他的一些真体 一些真随 但是我最近有点修正我的观念 怎么呢 我最近第一个 我吓我一跳 我跟你说 我最近看了一个 语言大学的学生 外国留学生 一上台 一口河南话 唱着玉句 柳大哥 江哥话 我大闷啊 我说您怎么会的 他说我们旁边有个饭馆 这个饭馆老板是河南人 一帮的河南人老去吃饭 天天在里面唱河南戏 我就去了 哎呀就会了 他成天喝酸腾面 后来他上台表演 整顶盔冠甲穿着靴子 不会走台步 但是他会唱 完全中规中矩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本事啊 他说我老师都在后台旁边的 全台的乐队全部的 包括给他服装装扮 都是那些老师们给干的 普通的中国人 都是票友 那您可以修正一下 您过去的观念 这我修正了 我再给您提供一个素材 我这个同乐五周 我认识这个李继霞 李继霞太神了 这一题大家可能知道 尤其观众朋友知道 又那个 特别闹腾的那个女孩子 法国女孩子 她演中国的这个 这个石玉卓 石玉卓 哎呀 那里这个女孩子 她关键是 她是边演 她边改 她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 还自己发挥 什么 自己发挥 舞台上的 你从小品舞台上看到的 什么这个 声乐这个 这个舞台上看到的东西 她全给你揉到中国系里 她特爱中国 她关键 她自个儿的家 关键她受欢迎 不高兴的时候 中国文化 女孩子 是羞羞答答的 很含蓄 她关键的时候 开放的 对 很热闹 她演的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孩子 可是她不高兴的时候 就能来类似这种 哇塞 这话都给说出来 中国观众 一听也很有意思 邪门 马上 我觉得这也是传播中国戏剧文化的 一种方式 这老师傅 谁都看出的 不一定喜欢不喜欢 不当然了 您不能用过去那个观点 一板一眼的 要求她 对 咱们可以看一看 有完整的录像 说美 说美 拉鞋 拉鞋 从前午后 谁不知道我 刘美婆 今天啊 红瑶威 叫我把这个 宇宙 放在他们家门口 这杯喜酒 我喝点了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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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梦啊 是梦啊 宇宙 肯定是她送给我的 妈妈 妈妈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妈妈 你为什么不回来呀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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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吧 我不要 拿走吧 姑娘 怎么了 姑娘 你头上 我头上怎么了 一条虫 一条虫 妈妈 在哪里 我怕在哪儿 这个是什么 那不就是 浴桌吗 我知道是浴桌 我让妈妈看看 真的吗 让妈妈看看 拿不下来啊 拿不下来啊 你带他上去就拿他下来 真漂亮啊 你别弄坏吧 哪来的 买的 买的 哪买的 就在 赛特广场 买的 我看哪 这个鱼竹 不是买的 而是人送的 这 这个女人 我非兜兜的不可 来来来 姑娘 我希望你给你看看 不看 知道 公子 公子 公子没了 走了 鱼竹 鱼竹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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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不是你吗 你你你你你你 什么 你哄我走了 不敢 不敢 你怪我了 哎呦妈妈不怪你 你生气了 妈妈没生气 妈妈跟你开玩笑 哦 其实啊 这个鱼竹 是公子给我 她叫 胡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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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愿不愿意跟她 相亲 你不愿意 那我就走了 妈妈 你愿意吗 嗯 你不愿意 嗯 你愿意吗 嗯 你不愿意 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啊 妈 你不愿意 真心呢 来来来来姑娘 哎 妈妈跟你说美 那个你需要 几天呢 几天 几天 结婚那么大的事 最少要三年呢 三年 嗯 妈 能不能 这个是什么 一年 一天啊 一天啊 哇塞 你叫什么急啊 那 两天怎么样 不行 妈 啊 啊 那就 三天吧 好好好好好爸爸 就三天呗 这个我还看着比这更神的一个 您说 三岔口 三岔口 今年的那个 您说武系 他真是武系啊 那分怎么演 如果像李西侠这门什么 闹着 他们一点不闹 不闹不闹 真的 而且是 直固直令的 重规重绝 比方说铁门坎了 矮子了 旋子了 旋子三百六 它全有啊 两拨合开打 跟真的一样啊 您说这外国朋友也来 外国俩外国人呢 哦 大利亚 这个可能说都不大 这个玩意如果没有不练上个十年 我就觉得这那 那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摸清了 第一他们俩啊 原来都学过武术 学过武术 学了很多年 学了五六年中国武术 有些功夫的都会 第二个 他现在是哪儿的留学生呢 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留学生 对 学的就是这个 老师一天那样抠耻 就是这个 打好 打不好 真瞪眼 那俩人 学的真像那么回事 不是 他们有一定的公平 不是 我是中国人呢 我也不敢说 我就能把那玩意弄 那不可能 他们俩人真像那么回事 真好 我大为吃惊 所以我就觉得 真是这个 这个人的能量啊 能力啊 他要发挥出来 他爱一个东西以后 他真是可以把它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 对 你前面问的 外国人掌握这些东西难不难 确实 我觉得用掌握这个词比较准确 掌握确实很难 欣赏不一定很难 对 没有语言 语言不通也能欣赏 是 是吧 你就是一点都听不懂 你作为异国 一种 你能感受一种异国情调 一种异国的艺术 一国他乡的这种艺术 能够欣赏 是 但是想掌握 欣赏很容易 掌握很难 有时候呢 为了增加 就是让外国人更容易地去掌握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门艺术呢 有时候也通过一些 比如说把中国一些传统的节目呢 用英语去表演 也有 这种方式也是一种选择 我就听过唱英文的唱日文的 苏珊 谁高准 他就来了 用阳文 正好苏珊 英语里头有这个名字 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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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听着唱的是苏珊 外国人知道唱的 不是苏珊 那是苏珊 那是苏珊 但是是个女孩子 哎呦 甚至于有些 中国的戏曲上的技巧 比方说 我要举一个 过去咱们就说 大伙认为很神秘的 所以国宝级的 变脸 通到五周 有一个外国朋友变脸了 好像是结盖 还会说这样子 对 结盖 我也很羡慕 有小孩也会 我甚至有点嫉妒 像严肃老师说的 这以前呢 这是不让外传的 对啊 我到四川 我也第一次看这个变脸 你也想变脸 我曾经打听过 我说你这能不能教 但是我说 我就被拒绝了 绝不会能教 那他怎么教 结盖呢 怎么教他了呢 这同乐五周 看来什么都能教 我们看一看 装棒 我似一张果 場似一刻鬆 不動不要坐路中 走路以乘風 難穿河北腿 小林舞蹈躬 台阶八卦连团长 重夸有神功 我司令掌弓 战司令可颂 不动不要坐入中 走路一阵风 安全和北队 少年舞蹈躬 台阶八卦连团长 中华有神功 中华有神功 这期节目咱们这么一梳理才发现 你身边有那么多外国朋友 很多名字咱都特别熟悉 成为咱们的朋友 成为观众的朋友 学习中国的文化 你是说学逗唱 人家人类琴也练得好 古琴弹得也好 总而言之 给中国文化 外国文化之间的碰撞 搭起了一座桥梁 在这里还真是要感谢 不是说咱们坐在这儿感谢 这个同乐五周 人家就是搭了一个平台 有了这个平台 在上面再搭一个桥 我们走起来更顺畅 这就叫中外文化交流 精彩美不胜收 感问借问冰封何处 请看同乐五周 好 那咱们就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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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您收看第108期军事天地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安排的是战争与后勤栏目 大家对加油这个词已经非常熟悉了 其实在军事术语上应该称作是补充燃料 对 那么在前几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车辆和飞机的加油 今天请你随同我们的摄像机一起到海上去看一看舰艇加油 换句话就是看一看给舰艇补充燃料的情况 接下来是中华名将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圣唐时期另外一位战功捉住的大将李靖 好 下面首先就请您收看《战争与后勤》 请自立 走 观众朋友 舰艇加油量大品种多 一艘大型军舰以此加油打几百吨以上 常用的油品就有四十多种 因此舰艇加油方式方法复杂多变 要求高 难度大 舰艇加油 舰艇加油基本上是采用三种方式 一是赶湾码头加油 二是岸滩五马